福建全渣家用作隔离观察新型肺炎感密接触者的酒店 上星期六倒塌,71个人被困 当中最少20人死亡,42人受伤,还有人失踪 应急管理部说酒店曾经多次违规改建 又提醒地方政府停用有安全风险的建筑 消防在雅力里再找到多个被困的人,两个小朋友获救 也陆续找到多具尸体 一个被困的人由消防员救出 上星期六倒塌的阴街快捷酒店位于福建全州里城区南云路 是用作隔离观察新型肺炎,紧密接触者的酒店 倒塌的时候有58人正接受医学观察 经过核酸检测之后全部呈阴城 国务院联防联控记者会上 应急管理部公布初步调查 是酒店多次违规改建导致 暴露出地方有关方面 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 长期造成安全隐患的漏洞和盲区 应该说这个血的教训令人震惊 应急管理部说等救援基本结束之后 将会全面开展事故调查 严格依法追究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又说当前全国正是复工复产 无必确保安全生产 要求立即检查用作新型肺炎患者 或疑似病人的隔离场所 提醒地方政府停用有安全风险的建筑 并较强定点医院等场所的安全方法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同时 切实落实安全生产责任